不可会演 两者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讨论的地方 除了上一集的北平模式之外 想再请教老谈 在国共的时候军阀是蛮多的 有穆斯林的军队吗 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批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军队 最有名的就是西北马加军 他们成名很早 1937年年初 曾在河西走南地区 几乎团灭了两万多人的中共红西陆军 到了国共内战的时候 马加军又与西北野战军打了几次 取得河水战役 西湖战役等等的胜利 蒋介石在有一次的演讲里面 还特别夸赞他们说 宁夏第十八师 增远陕北渔林 途中遇到了共军密集的冲锋 用机关枪扫射都没有用 后来就改用大刀砍了过去 共军反而立刻逃跑 这个蒋介石说 这就是出其不意的神秘性力量 除了蒋介石夸赞马加军之外 指挥打过抗美援朝的彭德怀 在他的彭德怀制述里面 也曾经提过量产 让他耿耿于怀的失败战争 都与马加军有关 所以那个时候 马加军的战斗力 应该是获得双重认证 到了1949年8月 国共南州会战前夕 马加军一位21岁就身为副军长的超级帅哥 他在决战前夕呢 他就在司令部挂了一副对脸 上面写着 往狂难于祭岛 定乾坤于西北 他就是曾经让彭德怀 吃足苦头的马继员 只是这些信奉真主的军队 喊着天坛向前冲锋 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从此之后 他就这支部队就走下了历史舞台 马继炎后来他就来到了台湾 当了一个那种类似贤差的中将 后来还移民到沙古地阿拉伯 最后在2012年的时候 克死异乡 国共内战打到1947年 国军从全面进攻转成重点进攻 集中兵力先优先 就是对付陕北还有山东的共军 那个时候为了要围攻陕北沿岸 湖中南调动了17万大军 其中就包括了马步凡 马红兵马红奎的12个旅 将近7万人 至于西北野战军方面 他们在三北高原采用蘑菇战术 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一段 他连续吃了湖中南三个旅 之后彭德怀他决定利用国军修整的时候 出兵农东 也就是甘肃东部 主要是因为三北太穷 所以不要说湖中南的大军补给困难 西北野战军自己也千困无比 所以要西出农东 顺便打击马家军 不料1947年5月 西北野战军在甘肃河水 与马家军接触以后 吃了大亏 这也是国共内战以来 国军少数赢得的胜利之一 这一场战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除了马家军之外 河水城是一座小城 他在咸阳西北 青马的整七八旅 在这个地方 挡下了西北野战军的三五九旅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完正的三五九旅是完牌 在抗战的时候 在南尼湾屯肯 作为延安的卫戍 之后又曾经南下到湖北湖南一带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又经过了中原土围 闯过了国军速到的封锁 理论上是一个 就是身经百战的部队 那西北野战军在打河水的时候 也是按照以往的作战方法 就是挖豪钩 就向前推进 然后就靠着刺刀 还有手榴弹 逼近对方的外豪前沿 可是马家军 他们就预服在城内的守军 就通过了暗道杀了出来 每一个人都是精手刀法 一阵砍杀 359旅的717团 719团 竟然就因为三万过大 只好撤出战场 从整之后又多次攻击 全部失利 既然打不下来 西北野战军就改为打员 那前来救援的 青马整骑八旅 在看战的时候 曾经驻扎在河南东部 与日军多次交手 有一些威名 所以日军就称呼他们为马回回军 这支援军呢 有一部分在靠近河水城的时候被围 他们看到的无路可退 于是就把枪支全部都丢到地上 高级双手投降 当军判军要靠近受降的时候 这些疾病呢 突然之间就抽出 垂身佩戴的马刀 就近距离的开始反冲锋 共军根本没有料到说有这一招 就死伤惨重 前来救援的马家军呢 他们也有疾病 就预先埋伏在废弃的窑洞内 就里面就挤了一些 几百两百人 然后就有两三个人 就在摇洞外面就摇摆起 然后吸引共军散来 这个要受降 等到这个人接近了以后呢 里面的这些寄兵呢 就全部都冲出来 也是一样就是挥舞马刀 结果你也大家都可想而知 总之359旅 不管是围点还是打员 都遇到了罕见的对手 但359旅政委 那个时候也参加过中原突围的王恩茂 在他的日记里面都还特别提到说 打这场战争损失很惨 所以这个马家军不只是打仗打得很 他其实很有技巧 很有战术 那这个是你前面一开始提到说 蒋介石夸战 他们用大刀去砍杀数百共军 就是这一场战役吗 不是 河水战役是青马打的 老蒋说的第十八师增援三北渝林 那个是宁马 宁夏马家军 这场战役是1947年十月下旬 西北野战军发起第二次渝林战役 宁夏娃马洪奎接到命令 说要去救援 所以他就派他的师长儿子马敦进 带领枕边第十八师去救 11月中旬在靠近渝林四五十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个叫做圆大滩的一个沙漠地区 遭到了阻击 虽然宁马的战斗力不如青马 共军又是夜间作战高手 可是第十八师他们还是可能还是能够撑得住 就是打到了拼刺刀铁锹 就全部都用上了 虽然有两个阵地丢了 可是这个整个部队没有溃散 老想讲的应该就是这场战役 总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说法 大部分都是说 宁马在圆大滩损失很大 不过我们还是要知道说 他们是有成功赶到榆林成像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 有多少国军部队是败不相救 或者去救永远都赶不到 永远迈那一步 对 而且是慢很多步 所以宁马真的是 还是有他的一套 照你这样讲 真的是表现 以蒋介石的角度来讲 真的在国共内战里面是 为数不多的亮点 而且表现真的很好 是 到了1948年3月3日 国军降临刘康用手榴弹自爆身亡 三北的宜川战役结束 彭德怀他就在同年的4月6日 发起了西湖冗东战役 就想要扩大战果 西湖这个地方指的是西安以西 静河 渭河之间的一个地区 城市就包括了宝鸡 咸阳 凤翔等等 所以国军称这场战役叫做 静渭河谷战役 总之西北野战区很快地就攻下了凤翔 这些总共12座的城市 随后又打下了宝鸡 这是一座专门在存换战略物资的重要城市 准备把这些物资都带走 这个时候湖中南就放弃了延安 还有洛川调兵回房西安 同时调派陪仓会的第五兵团 要会同马步方下面的枕边第82师 师长就是他的儿子马纪元 要一起去祖籍 枕边第82师很快就到达陕西 甘肃交界处一个叫做长武的地方 西北野战军第六重队 就后撤到一个地方叫做兰电桥 就匆匆地构筑起阵地 结果没想到根本挡不住纪兵的攻击 马纪元的部队重马奔驰 一跳就过 所以一天就把蓝电桥给拿下来 而且还服务了1200 你说了这个马纪元 是不是前面那个21岁 然后升到副军长 然后你特别强调长得很帅的那一位 没有错 看到马纪元来势汹汹 庞德怀他就决定在一个地方 叫屯治镇还有利宝镇 这一带的地区要布下一个口袋 准备要全卷第八十二师 他的布阵方式就是六重留在屯治镇 来吸引马纪元来打 西野的第一还有第四众队就进行包围 充满男性的马纪元还真的来了 而且他就开始攻击 就先用炮先打屯治镇 六重的教导团教导旅就只能举在一起 因为那个镇很小 所以炮弹一落下 大家根本无处躲藏 所以就三万惨重 这个时候湖中南的陪仓会兵团 李正兵团也向屯治镇推进 彭德怀他看到口袋战术已经失灵了 所以就下令撤离 大陆有一位降临叫王善龙 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这一段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马纪元作战非常的果断 他写说他们后来就出了 屯治镇里面的部队 结果偏偏有一个担任掩护任务的 兄弟部队 就是一个团 就擅自的撤离 就是往东撤 马纪元发现到说 他的东边没有威胁 立刻就从孝金镇 这个地方向西 迎头来阻击 就堵住了西野的东侧之路 导致西野四面受敌 他说在最危急的时候 彭德怀听到了 力保证传来的 这种很激烈的枪炮声 研判又有追兵 所以就单机立断 击令所有的部队分头撤退 才顺利的突出重围 一直到了12日才摆脱了这些罪集 所以我们从这些描述里面 就知道马纪元的那种打法是非常的豪迈 与一般的国军将领完全不一样 总之西辅战役 西北野战军共计减员1.49万人 国军这边的说法是西北野战军损失了3万人 不管怎么样 这个1万5跑不掉 这个是彭德怀 他的军事生涯里面 这个罕见的遗憾之一 所以他还在他的彭德怀自助里面 特别提到了这一场战争 自己连续打出代表作的马纪元 就成为马家军的最耀眼的一颗星星 获得老奖的嘉许 所以他在兰州会战前夕 才会在自己的司令部前面 就挂了一幅对联 上面写 往宽南于济岛 定乾坤以西北 刚提到的这段是1948年的西辅战役 然后那个年代 共军已经很少多数的战场了 不过马家军还是让他们 有敞到一些苦头 没有那么顺利 不过1949年 其实国共战力已经就成为定局了 这样一来 马家军的结局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以共军的接触 大部分都是蛮顺的 而且交换比非常的漂亮 所以马家军是有自信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子 这样子认为 国共内战进行到1949年 三大战役结束 4月解放军渡江 西北其实也开始就风雨欲来 毛泽东在5月26日致电彭德怀 他说以你现在兵力可以打福 就是福中南 但不可以同时打马 如果要打马的话 必须要等到杨德智 18、19兵团同时开到 才有把握 这位杨德智是参与平津战役的名将 进攻新保安 见面的护作仪的第35军 随后他又率部参加了太原战役 打下了太原 立刻就开到了 把部队拉到了西北 毛泽东那个时候还特别 要彭德怀转告杨德智 他说兵团必须马上西进 迫近两马足弓 就是要足弓士 要延防两马的回旗 并且还郑重的警告 提醒杨德智说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 否则必至吃亏 意思就是说 一定会吃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